海报时尚网友 大家好 我是秦岚 今天这个造型就感觉 非常的阳光 然后非常的艳丽 是一条 其实里面是一条偏 度假风礼服式的一个小裙子 但穿着质地是超级舒服的 然后它的款式还是蛮 蛮礼服式的 但是外面我喜欢它这个大皮 就是很casual的 很休闲的 一个这样的小外套 有一点点的小裤 但是它们两个花色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我们知道 印花是超级美名的 而且非常强的这种橘色 跟绿色还有蓝色 就仿佛是鲜花 然后海洋 还有树木的颜色拼在一起 就完全是一种度假的这种风格 然后配上这个很休闲的小架客 就觉得很有个性 保养的密集 其实 也不能说密集 我觉得我生活蛮简单的 然后尽量让自己节制 然后健康的 有秩序的生活 然后适当的让自己去放松 享受生活 享受工作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以一种很开心的心态去享受它 心态放得平和一点 然后生活多做减法 然后就是有序 勤奋的护肤管理 运动 然后健康的也是 你们先看 是什么 自闭 官宣 自闭 一个一个来吧 不管遇到多大的工作压力 和生活的压力 还有学习的压力 我们都不要自闭自己 打开门 敞开窗 试着走出去 好长的一句啊 我可以接着把这个故事 连下来 官宣 今天我要官宣 在美国纽约 参加Tory Borch的最新大秀 心怀恶念的人 一切都放开吧 我劝你善良 这个不太适合 刚刚过完年的气氛 OK 当然 因为我超级喜欢吃巧克力 然后喜欢甜品 也喜欢各种的 会发胖的零食 但是我会克制自己 但新年的时候 会小小地放纵一下 放纵完之后 我就要拼命地 燃烧我的塔路里面 把它们代谢掉 一起给我有的常用啊 比如说 这个 这个是在你什么时候 我才能做到 无脸哭很无奈啊 比如说 一早 要很早起床 然后 还有 要减肥 瘦身的时候 碰到美食 尤其是晚上 大白夜 朋友圈里 发各种美食的朋友们 我就会在下面 给他们 一个 这个 表情 还有 我很常用的 就是 就是很得意 然后很开心 或者是 找到的 共通点的朋友 就会有这样的表情 还有一个 我也很喜欢的 就是 鼓掌的 这个 对 然后很赞同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念不出口 山峰小姐姐的美貌 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是仙子吗 每天都沉浸在 小姐姐的美貌中 无法自拔 好想在她的睫毛上 荡秋千 也会被摔断腿的 真羡慕她 一照镜子 就能看见自己 好大的彩虹剂 OK 时间差不多了 走吧 跟我一起去看秀 天天刷微博 转发分一亿 新年 锦里之王 就是你 我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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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词